歡迎收看小老婆汐汐車資訊網 我是大王Singer 今天我又把我的STR250騎來騎離岸車業 原因是上次我們這台車做完了交車日誌之後 我不是有0公里上馬力機嗎 有一些眼尖的網友就說 為什麼我這台車的馬力拉起來 跟之前我們媒體試乘車的數據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我後來仔細翻了數據之後 確實是不太一樣 我這台的馬力比當時我們媒體試乘車 車的時候稍微小了一點 所以我就問了洪家騰原廠說 到底為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 比如說是他們做一些調整等等的 他們就告訴我了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只要解開之後 動力馬上就可以恢復 所以我今天要來找毛毛老師 確認說他們講的是不是真的 那到底是不是那個東西拆掉之後 馬力就會多出來 那我們就請毛毛老師 請問是發現大秘寶的大魔王嗎 其實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確實我也發現說這台車騎起來的動力 跟之前那台是有一些差距 那大家既然想知道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這個秘密挖出來 所以原廠告訴我說 秘密在空濾上面 空濾上面 對 因為他說 因為他們有發現某些消費者 就是說 在騎的時候呢 應該說台灣的環境比較多雨潮濕嘛 所以呢 他們在空濾那邊多做了一層保護 讓它的空濾的保護性更好 但是這樣這個也會 對於動力有一些些些的差距 你講得這麼文言 其實是這樣嘛 直接把它拖開來看 好 這是官方的理由 那身為那種動力本格派的我們 就是想知道 這樣子對馬力的影響是 因為大魔王有騎過這個 媒體的試乘車嘛 對 那兩個這樣比較起來 你覺得 媒體試乘車 感覺比較快樂一些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把它拆開來研究一下 所以它既然說空濾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什麼地方不一樣 好喔 所以 在這麼幾根螺絲打開的情況之下 答案就要呼之欲出了 他們說 呼之欲出的 就這個東西 等一下 這個看起來 很怪 所以進氣 然後透過濾棉到這邊之後呢 它就會 被縮小了 喔 來我們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濾棉是 進去這邊來之後 然後 透過濾棉 濾棉之後然後往這邊進去 對 那如果 這邊有一個導管 這怎麼猜呢 我們演 進度就 就有了耶 那這樣子 會多兩批嗎 它變成是 就是這樣吸進來 然後這樣 過濾之後 直接整面 然後過來這樣子 就少了這個轉折 少了這個小小的 所以它拿不用任何的工具耶 你剛剛就 這樣就拿下來 對啊 它沒有任何的螺絲固定 好 所以 這樣嘛 你就會變拉 原廠是這樣說明的啦 但是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就是對於台灣的潮濕座椅環境 就是可能會 怎麼樣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 我要先證明的事情是說 這個拿掉之後動力就會變強 可是 我們的認知 可能要再更進一步 就如果我們把這個拿起來 空氣的這個 進氣量會增加之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燃料空氣環和比 會不會正確 所以 我們除了量動力增加之外 我們一起幫大家 把空燃做一個量測 好 事故已遲 那我們就開始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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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等於是限流 怎麼那麼剛好 長官打電話來 叫我不要亂講嗎 也是長官啦 是另外一間廠的 啊這跟你無關 等一下 你看喔 這個如果我們拿起來的話 這個 摸字型是這邊擋住的 那白畫文的 來說就是 它的進氣減面積增加了 本來是這一圈嘛 對對對 然後原來 這個上去就 進氣減面積變小 那我們現在把它拿起來 所以它進氣減面積又增加 那理論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就從台規變成歐規 好來試試 這就是這樣 來確定 那傳說中把那個東西拔掉之後 瑪利基 告訴我們什麼事 那我們剛剛在拆解的時候 有發現解面積就變大了 那在理論值上面 經濟解面積增加的時候 那走速出的效能就會跟著提升 讓我們來看看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 來 這個就是之前網友發現的一個狀況 綠色的線就是 是我這台車之前 然後紫色的線就是 我們借回來的兵器車SDR250 所以之前17.4 然後我的車15.87 百思不得其解 那現在拉完之後 17.4對17.7就回來了 非常的接近 所以變成拔掉之後確實是有效的 有效 直接馬力 多兩匹 而且是沒有調整就多兩匹 如果大家對於動力比較有要求的 就是想要再精修一下的 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再精修一下 因為 吸氣解面積如果增加的時候 理論值來說 供油就可以稍微的再增加多一點 然後點火再供油增加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把點火稍微再提前一些些 那至於它的 這個比例跟這個 特性就是儀器分析 那我們剛剛努力的調整壓榨之後 艾瑋斯 變成 自己看 從17.7變成18.67 又再多了快一匹左右 對啊 那最明顯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的圖形上面看得出來 我們在7500轉後面的地方 很明顯在我們 截面積增加之後 我們把工油補齊 因為剛剛我們在做Mini X轉修的時候 可以很明顯大幅度的看到 我們測全油100%這個區域 它增幅最多的 就是在這裡 中轉速 對7000轉 那你可以看到7000轉到 它的最大動力點前 8800轉這個區域 這裡的這個 增幅的這個油 是增加最多 為什麼油可以增加這麼多 或是因為我們進氣 截面積變大 那變大之後 氣體引流更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更多的氣體 給予它來做進行燃燒 那空燃正確之後 我再來 從點火腳的角度 在不暴震的前移下來 做一些點火腳的調整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7200轉到8800轉前後 是最明顯的 這個區域甚至於 所以直接就多了1.63 在8800轉 8700轉這邊多了1.63 所以如果要跑到 中尾速的時候 這算是比較好用的地方 這一台車畢竟我們 來看就是說 它是目前白排排氣量 快要是接近天花板 那它又綜合了高轉的特性 然後比較大的 變速範圍的時候 這樣的動力點來講 8800轉動力點來講 配合它的傳動系統 應該是非常的好發揮 不過 之前我們不是有 有測過另外一台車 叫那個什麼 Burella X 是不是 300cc的 哎呀 所以如果現在是18.67p 那既然我們有了愛瑞斯之後 如果我們再把排氣量往上提升 應該可以輕鬆破20p吧 原則上來講 就是這個方向絕對都是正確 那其實也是大家敲碗很久 就是想要看STR250 那升級我們這個新版本的300cc的氣缸 還有這個缸頭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配合我們 因為有愛瑞斯可以做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那甚至於有一些網友 他會再去增加 因為這個車STR50現在非常紅 然後有排氣管工廠已經做出它合格證的排氣管 已經送宴完成了 那所以其實就是說 如果是一些大家喜歡玩性能的朋友 可能我們在升級氣缸跟活塞 那大家會想說 那我原來250的排氣管會不會不夠用 那也有相關的產品可以去選購 那這一些把它加總起來 再加上正確的調教 所以下一集 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且我聽說 我說我聽說 因為這個是愛瑞斯的Mini X 我聽說他們有出了RCX的版本 參數更豐富 然後調整的範圍更廣 其實我看大家的下面討論 大家就想說這個車 比如說原廠公布就是24匹 雖然我們知道說24匹那個是走馬力 不是輪馬力 但是大家好像很想要看到那個數字 比如說輪24匹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台車從一開始 彈王買之後 然後包含今天 我們可能把吸氣解面機增加 然後再把電腦上去 那這個增幅是有目共主 從15多到現在已經18.67 那我們這邊的話都是討論這個軸輸出 就是單純引擎的輸出效能 那其他的像傳動的配置 都還沒弄 都還沒弄 我們就是單純先把引擎做提升 然後因為畢竟這個你是車主 所以你會安排一些大家也想安排的事情 然後好處就是因為他是車主 所以他就自己照自己的步調 然後你們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像剛剛講的這個新版本的氣缸跟活塞 然後鋼頭 然後加上電腦 然後加上排氣碗之類的 你有想要知道的什麼 下面給他留言一下 那大家問的東西 我們就盡量去跟原廠把它問出來 看到底怎麼回事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玩這台車玩得開心一些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內容囉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和分享 再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王星哥 我是毛毛 我們下次見拜拜